今天這個黃國中事實上是我們狀告的幾個惡官當中 目前為止我們一共告了五個惡官 按照順序 我們告了黃偉 台北地檢署檢察官黃偉 再來呢 我們告了這個張詠惠 台北地方法院的張詠惠 然後告了台北地方法院的院長黃國中 又告了前台北地檢署檢察長現在跑到高雄去當律師 躲起來叫周章青 中選會的案子我們告了中選會的主委李靖勇 所以其實我要替老百姓爭一口氣 武松打虎 我要把台灣在民進黨政府旗下的那些惡官 就是不依法行政的這些惡官 我一個個揪出來 我一個個告 每個就賞他四個行事 賞他四個民事 那今天我們到目前為止所有的惡官我們都先告民事 因為民事有兩年的這個期限 那等我們民事全部告完了 等到 這一些惡官呢 都變成阿公阿嬤的時候 我們再來慢慢告刑事 我覺得我用六個字來形容今天的 法庭給我的感想 就是越來越像真的 什麼意思呢 就越來越像真的 是不是真的我不知道 假如我是真的 但是 感覺上越來越像真的 你看我們在這三年都來的訴訟 跟提前開鬼門跟見到鬼一樣 我們有那種 不開庭直接判 我們敗訴的 就是張詠惠 連 證據也不調查 也不給我們寫任何一封這個詢問 然後傳了被告 叫被告答辯 那個被告蔡英文也沒答辯 他就直接判了 而且他本來要開庭 庭期都定了 結果突然把這個庭期給沒收了 那這樣子也可以判我們輸 光怪陸離的事情還真多 還有 我們今天告黃國中這個案子呢 也是告黃國中泄密 為什麼 因為 張詠惠呢 在 2020年 就是民國109年 就是總統大選完了後4天 1月15號 用突襲的方式判我們敗訴 可是 有兩家以上的電子報 在判決書公告之前 就先刊登了判決的內容 這就是非常嚴重的泄密行為 這也是我們告他的原因 今天最主要是這個部分 所以你看 還有包括了 姚念慈 對停都不開 就直接掉頭就走 後合辦然後就發佈通緝 這些荒謬的事情全部發生在台北地方法院 這也是我們今天為什麼告台北地方法院院長黃國中的原因 今天的台北地方法院院長黃國中他是被告 我說如果 我是黃國中 身為台北地方法院院長 今天我成了被告 我坦蕩蕩 我一定出庭 為什麼 向全國人民宣誓 王子犯法 與庶民同罪 雖然我是台北地方法院的院長 但是我作為被告的時候 我就只是一個被告 被告假 那我呢 不管我是誰 我作為一個自主人或原告 我就是一個原告 你就跟全國的 不相信司法的人做一個展現 就是我作為一個守法的公民 我既然被告了我就出庭 當然 到目前為止 只有刑事被告李靖勇 跟陳朝鑑他們不得不出庭 不然他們要被通緝 對不對 他們也是扭扭捏捏兩個庭不來 後來我嗆他們說你再不來 我派人到那個中選會門口 你只要一走出來我們就把你扭出來 因為你是現行犯 好結果呢 因為民事庭沒有一定要出庭 但其實刑事庭在準備程序 你也不見得一定要出庭 但是你不能永遠不出庭 好 那今天 就這個 台北地方法院院長黃國中來講 他其實比台北地檢署 現在調到新北的這個主任檢察官黃偉 要好一點 最囂張的人就是 新北地檢署的檢查 主任檢察官黃偉 他呢人不來 狀子呢 給我草草的寫兩行字 說請參見 上一個判決 因為上個判決判他贏嘛 好然後 人也不來 律師也不請 神是囂張到了極點 他為什麼那麼囂張呢 我相信他背後有靠山吧 可以啊我看你囂張到幾時嘛 我還有四個案子要告你行事 你要躲到哪裡去 對不對 坦蕩蕩出來面對呀 你看我我我沒有哪一個停不在呀 即便我人在國外我還是我連蔡英文告我的被告我都在 我都在這個鏡頭前面等著是你 姚念慈不讓我視訊啊 所以 如果今天我是黃國中我是 黃偉我被一個老百姓告了 我認為我是清白的我一定要站出來做一個 全國觀眾 都可以看得到的 當然不見得他們都看啊但是 我的意思是說至少現場的旁聽習的民眾可以看得到 我雖然身為一個主任檢察官我雖然身為一個法院的院長我身為一個被告的時候我仍然 做什麼像什麼我就當一個被告來證明自己是清白的 而且提出各樣的證據 尤其是你想想看你們兩個都是經驗豐富的司法官呢 你還怕我們嗎 那為什麼不敢出來呢 所以今天黃國中沒有出庭 這件事情我是覺得 對於 整個司法來講是一個很不好的示範 好那我要講今天的這個法庭的部分 法庭部分的工房主要是由李政華律師跟張經律師來負責 我今天其實有準備一個 稿子啦不過因為我看他們兩個講的 很這個眉飛色舞的所以我就沒有 今天來講因為還有下一個庭所以不急 好不過我對這個吳家威法官呢我覺得就像張經律師跟李政華律師說的 我們現在對司法官的期望是降的非常非常的低呀 你只要開庭我就覺得你是好法官啦 然後你給我們講話 不要像張永慧這樣騙我們 沒收我們 然後這個呼籠我們要不然就是酸我們 你給我們一個 原告也好被告也好讓我們好好講話嘛 對不對 而且我們也不是來胡鬧的 你看我們兩個 律師還有我我們三個人都 不是來亂的嘛 我們 在這整個訴訟過程中有憑有據呀 對不對雖然偶爾會考試一下但是我們的整體的 主軸 是認真的不是亂到的 那你就好歹按順序走嘛 還有我們再往下看一層就是更好一點的法官就是 我們要求掉月的證據麻煩你掉嘛 我們想傳的證人只要不離譜麻煩你傳嘛 就你知道嗎我們一路告到現在 我們要求傳的證人 都沒有被傳到 只有 只有 我們告李竸勇那個案子 啊 我們把 其中的被告 轉成證人 只有這個案子因為 因為當時證人就在場嘛 我們把被告轉證人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我們得以詢問 被告 其他的案子很好笑 我們要傳證人竟然不肯 你看我們到現在被判了多少個敗訴 竟然連證人都不傳我我真的覺得實在太離譜 證物的調查也通通被拒絕 這個唯一的證物就是 連元龍帶來那本 那個所謂的不是那本 是那一疊的 一張一張的論文草稿 而且那個草稿是不同年代的 有黃的有已經黃的變成 褐色的有白的 那竟然這個唯一的可笑的所謂物證 變成了張永慧 判我們敗訴的物證 其他我們所有提的跟論文們有關跟這個817有關的選舉們有關的物證 通通不被調查 這是什麼世界啊 我們花了裁判費用 進到法庭去告人 結果我們主張有些證據必須要去調查 結果法官拿了我們的訴訟費用 竟然 不調查 你說這算不算 這算不算 這是搶劫吧 對不對 這不是 這不土匪嗎 我們 告民事訴訟要繳1%的裁判費用 比方說我主張侵權損害賠償100萬我就要繳1萬 我主張1450萬 我就要繳145000 這很多耶不是小錢 繳了14萬5結果你不給我調查證據就把我給沒收了 所以我說這比上以後真的要一筆一筆慢慢算 好今天 很有趣的事情是說 這一個台北地方法院院長黃國中一推250 所以各位啊 你們要記得 你們最後會被你們的長官的一腳利用完之後一腳踢開 他把這整個新聞稿泄密的過程推給了 台北地方法院的行政庭長黃佩珍 黃佩珍啊黃佩珍你聽好 你的長官啊 黃國中啊 把你抖出來了 他呢 完全不知情 全部都是你幹的 好現在就這樣了 泄密新聞稿 哎不知道 這個我沒關 要求你 他只承認一件事情他是機關首長 其他事情他蓋寬說他完全不知道 好那這個案子很好玩 這個案子的 新聞稿 的字數 竟然多於判決書的字數 你不覺得很好笑嗎 就是說 法官張永慧的判決書的字數 跟 這個不知名的人 我們的判斷是黃國中 加上這個行政庭長黃佩珍 加上張永慧三個人合力完成的所謂新聞稿 新聞稿的字數竟然大於 多於判決書的字數 你不覺得這太好笑了嗎 所以這新聞稿呢 是怎麼樣天馬行空掰出來 故意用來 這個污衊我 會跟蔡英文 討好這個蔡英文 原來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是國家認證 A B 克菲爾益生菌 含七種有身份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也是台灣市場上 唯一添加克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記傳 對季節敏感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隻海田家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專利製成 無酥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會提供 有機械 炎 鴮 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